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Catface Radio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三课的文法 在上第三课的文法之前 老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的句子 图片上面的这个人 大家应该都认识 他是很酷的句子 非常有名的爱因斯坦 他有说过 I never teach my pupils I only provide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can learn 我从来都没有教导我的学生 我只有提供情境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学习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因为学习英文是没有环境限制的 应该是到哪里就要学到哪里 在那之前呢 所以我就是希望同学要记得一件事情 请在上任何的课程之前 英文课程 那请上到学校的官方网站 就是这个网站 老师有帮你先做一下影片的录影 在上课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录影 这样对你的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指示代名词跟形容词 什么叫指示代名词跟形容词呢 它的核心概念是将所提及的名词数量如果是一个以上的时候 一个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名词做复数的变化当作复数名词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问单数的内容 如果是比较近的东西我们就用this来问 比较远的东西用that来问 好 那单数的主词当然是搭配单数的动词 如果是复数的名词呢 好 比较近的这些用these 比较远的那些用those 当然是要搭配复数的动词啦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基本的句型 好 基本句型第一个我们用what来询问 what是用来问什么 what是用来问什么 所以先放what是问什么 再放逼动词 再放主词 那如果是单数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this that跟it 复数的主词的话是these those跟they 好 所以问事物的内容呢 一问词用what 但是你要小心哦 问句后面要有问号 问句的话 逼动词要放在主词的前面 而且不可以跟助动词连用 比如说这是什么 英文要说what is this 好 你就不能讲what this is 或是what do this 都是乱讲的哦 这都不对 问单数的内容 用this来表示比较近的 因为this指的就是这 好 那如果是问比较远的东西 用that来问 因为that指的就是那 那你也可以单纯用一个超好用的字 叫做it it是他 是单纯的单数 那这些this this that it都是单数的 所以要搭配的是单数动词 如果问的是复数的内容的话 比较近的用these来问 these these是这些 比较远的话用those来问those 哪些 你可以用they来问 they是他们 那these those 都是复数的 所以当然要搭配的是复数动词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基本句型 好 这是 叫做this is 那是 that is 加上a或an 加上单数名词 this is 就是这是 比较近的 that is 那是 比较远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这是一本书 this i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that is a book 单数名词的话 前面要加冠词 就是a 那如果是母音开头的话 记得要换成n哦 单数句型呢 复习完毕之后 我们来复习一下 复 我们来开始学习一下复数的句型 好 these是这些 those 那些 they 他们 那都是复数的 所以 be don't start 配are 这时候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a跟m不见了 后面的名词 要用复数的名词 these are 是这些是 比较近的东西 是复数哦 those are 那些是 比较远的东西 诶 还是复数哦 they are 是他们是 单纯表达复数的事物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哦 这些是书 these are books 你有没有发现 复数对不对 所以后面要加s 那些是书 those are books 你有没有发现 复数的 所以后面要记得加s 也就是说 复数的话 记得我们要用的是 复数的名词 就不要忘记了 好 延伸补充 我们知道是复数的话 名词要加s或es 那要怎么记 来第一个 规则变化 规则变化的话 就是大部分的名词的复数 很简单 在后面加s 像是book的复数 books girl的复数 girls 但是小心哦 当你的字母是 ch sh s x的时候 那记得 加复数的话 是要加es 像bus 公车 复数呢 buses box 盒子或箱子 复数呢 boxes 好 那最后两个字母 如果是子音加y的话 记得复数的话 要去y加ies 再次哦 去y加ies 非常重要 所以baby 你有看到 子音加y 你要把y去掉 然后改成ies s 变成babies 接下来是不规则变化 不规则变化呢 就比较麻烦了 要一个一个背 字母如果是 f跟fe结尾的名词的话 把f跟fe改成ves 像wife就变成wives 老婆 好 那如果是不规则的话 母音做变化的像什么呢 foot 脚 腹数的话变成feet tooth 牙齿 腹数的话变成teeth 名词字尾加上en 变成复数的是child child是小孩子 复数的话呢 是children 好 名词单复数同行 这里请您要打信号了 这里是常常考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heep 绵羊 复数 诶 还是sheep 一只绵羊 one sheep 两只绵羊呢 还是two sheep 一条鱼 one fish 两条鱼呢 还是two fish 一只鹿呢 one deer 所以呢 deer是鹿的意思 两只鹿呢 two deer 小心不要跟这个搞混了 如果是dear 这个deer是什么 亲爱的哦 特别小叮咛 what为首的问句呢 直接回答失误的内容 不用yes或no来回答 比如说 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what是问什么 你就不能用yes no来回答 what is that 那是什么 that is a cat that is a cat 那是一只猫 当然你也可以说 it is a cat it is a cat 那它是一只猫 这样也可以 好 那第三课的文法呢 老师就先进行影片教学到这里 我们课堂上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